诗经云 周虽旧邦 其命为新 一方卧野 与诗记辉映 承载千年闻名 一条河流 从诗经古出 开拓至远道路 一座徐府 历经世纪沧桑 素起微微脊梁 这就是河南师范大学 不忘育人初心 将改革创新 试作己任 百年师大 其命为新 师大之心 是格固定心 1923年 承载着在河南建立新型大学使命的中州大学成立 夏社理科 这是河南师范大学的前身之一 曹理清 曹理青任理科主任 先贤以红竹的初心 表达了学贯中西的努力 在风雨 在风雨如晒的战乱年代 创校先贤们 随颠沛流离 达转转 达转 达转拨迁 仍恪守办学初心 因地制宜 培育人才 延续中州理科血脉 探索 教育救国之路 1945年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 访问正在宝基办学的理学院 与时任化学系主任李俊福教授 深入交流 此次到访 促成李约瑟写出轰动世界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 书中高度赞扬了先贤们的 万学情怀 新中国成立前 平原省设立 省会新乡 1951年 为应各项建设人才之急切需要 经中央批准 平原省居全省之力 建设平原师范学院 仅仅半年时间 一座新型的社会主义大学 在玉北大地拔地而起 这是河南师范大学的 有益前身 也是新中国成立后 建立的首批师范院校之一 1953年起 为响应国家高等院校院系调整精神 平原师范学院与河南大学合并 租建河南师范学院 分南北两校区 南校区集中办文科 称河南师范学院一院 北校区集中办理科 称河南师范学院二院 后称河南第二师范学院 南院北院隔阂相望 文理分工 被誉为河南高等教育的双子星 1956年 学校更名为新乡师范学院 经过调整和发展 学校壮大了理科优势 强化了以师范教育为主的办学特色 1985年 学校正式定名为河南师范大学 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015年 学校跨入省部共建高校行列 在开拓中进取 在传承中创新 2021年 学校入选河南省双一流创建高校 志在一流起高峰 百年半趋势 担心赵汉清 石大人 始终与时代同呼吸 共命运 在探索前行中 始至不渝 在改革调整中 谋求发展 铺行了一曲 拔心领异 开拓进取的 雄魂乐章 师大之心 是灰光日新 踏遍青山 人未老 跨越世纪 正青春 今日的河南师范大学 已经成为充满活力的创新握土 学校综合排名 在多个大学排行榜中均位居省内潜力 学科发展 创新引领 五个学科迈入ESI前百分之一 高峰引领 聚焦重点 强化特色 提次提升 平台建设 革新虚动 大批科研实验室和教学平台 如光闪耀 前瞻开阔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助力学校发展 教学模式更新迭代 建设先进智慧课堂 营造一流的育人环境 承担教育部 博培计划 中小学名校长 领航工程培训 等多项省培 博培项目 引领全省基础教育 改革方向 科技成果 初心培育 依托国家级 省部级等多项科研项目 开展重大基础理论公关 预获国家级重大奖项 不断实现新突破 坚守经育良才 教育报国初心使命 一批批学子 沐浴春风 力学笃行 从这里起航 成长为现代化建设的 栋梁之才 坚持把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 常俊彪教授团队 研发的抗新冠口服 小分子药物 阿兹夫蒂 为世界贡献了师大智慧 河南成果 中国方案 抗病毒性传染病创新药物 全国重点实验室 落户师大 实现了省内高校 牵头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 零的突破 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高质量推进国际合作 与人文交流 与国外七十余所高校 建立深度合作关系 世纪沧桑比例 百年春华秋时 如今的河南师范大学 学在师大 新系国家的品牌 日益彰显 学校正义 校风纯 教风正 学风谋 赢得社会 广泛认可 师大之心 是心意求心 站在新时代的浪潮中 全体师大人 心向未来 凝聚出了 跳出师大 伴师大 跳出教育 伴教育的理念共识 向着新征程不断迈进 迈下新百年 初心更加坚定 学校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把劳社会主义半学方向 坚持立得数人根本任务 努力培养造就 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路径更加明确 瞄准标志性成果 和标志性人物 坚定走好交叉融合 协同创新 重点突破的化山之路 大力推进 两式医院艺装置建设 建强化学 物理学 两个双一流创建学科 以此带动 辐射其他学科 人才更加汇聚 大批学科带头人 骨干教师 聚集师大 滋滋以求 理智严丝 富能青年 点亮未来 步伐更加稳健 学校全面深化教育改革 不断形成更高效 更融合 更科学的 现代大学 治理体系 前景更加广阔 与新乡市委 在平原示范区 合作共建 占地三千余亩的 科技创新港 这里将成为 师大下一个百年 收获梦想的高地 长期以来 党和国家领导人 以及省委省政府 主要负责同志 关心支持 河南师范大学的发展 先后来校 视察指导工作 对学校的发展 寄予厚望 百年辉煌 不忘初心 厚得博学 止于至善 蓝图已经汇旧 梦想跨越百年 过去与未来 在此刻交汇 学校与家国 同时代固执 在新的港口路上 河南师范大学 将继续书写 不复时代的 辉煌宣章 百年师大 其命为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